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1日 今天看到人民网有一条消息 讲到什么呢 讲到中共的反腐败的大好形势 就非常有意思 这篇文章讲到什么呢 说是自从5月份以来 50多名干部就说被抓捕或者被判刑 涉及到一名宗主不管的干部 两名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的干部 以及近50名审管干部 说36名是首次同胞 其余都是为落马的官员案件的处理结果 那么11个人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但是本人认为最新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已经退休的官员 甚至是退休已经长达10年了9年 还要被挖出来抓捕判刑啊 这是一个新特点 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官方网站上讲到什么 讲到了有一个领导干部呢 他是这个叫曹毅 曾在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工作 十余年啊 那么98年出任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那么03年任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那么此后历任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四月2017年4月已经退休了 离休了啊 那就说已经是这个就是五年了 五年的旧事 五年前的事拿出来 这个旧案从体究竟什么原因 这个很值得研究啊 而且呢 今天看到新黄网啊 又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呢 讲到青海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叫任三栋的 也被抓住了 任三栋这个人呢 他是2013年就退休了 你算算 这多少年了 七年 这九年将近十年 为什么要把这个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任三栋这个事 这个追溯以往啊 抓捕 要这个严惩啊 本人认为啊 这里面有非常神的啊 这个这个背景啊 很值得啊 我们就是研究一番啊 那么你看这个 这个任三栋的这个个人的简历啊 那么任三栋呢 他这个在这个公安系统啊 可以这样讲吧 是一位老公安啊 那么早年呢 他曾经在60年代的时候 在青海啊 西宁钢厂当工人 后来就当兵啊 当兵当到76年啊 在兰州军区当一个战士 76年 他从这个部队一转业 就到了这个公安系统吧 那么80年到84年呢 他就是青海省公安厅九处的干部 后来呢 他曾经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习啊 后来又回到这个青海省公安厅 刚开始是九处 副科长 然后最后是副处长 最后是处长 一直到了2000年4月到2009年8月 省公安厅当委委员副厅长 但是呢 恰恰在这个时候呢 他遇到一个好的伯乐 也就是什么呢 原先在公安部任职的何庭啊 担任了这个厅长啊 这是最最关键的啊 当时呢 这个任三栋啊 认为何庭的到来啊 对他来讲是一个 高盛的啊 一个梯子啊 也是一个伯乐啊 结果据说两个人关系出的都不错啊 何庭对他非常地气重 我们知道何庭 那可是非同一般的人物啊 他是这个四川这个 他是这个 这个重庆啊 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啊 毕业以后 何庭就分配到这个 这个公安部工作了 在公安部里边 曾经担任过行政局的局长啊 很多重大的这个案件啊 都是何庭带头去破货的 立下汉堡功劳啊 你比如说 人们都耳熟能详啊 流传甚广的 有关这个白云机场的案件 千岛湖案件 特别千岛湖那案件 设计到台上啊 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当时媒体报道都沸沸扬扬了 能把那个案子办得那么漂亮 公安呢 这是高手的 那么2001年 有北京西站 这个客栈啊 吉尺人质案等等啊 所以说这个何庭是一路走过过 这个2007年什么的 就下派到这个甘肃省长助理了 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公安干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宗祖部就是很感兴趣 就把它列为一个特殊干部培养了 到这个下派到甘肃第一站 是省长助理兼公安厅厅长和书记啊 那么你可见是就是又有这个公安部的这个经验 办案经验 又有地方那么多经验 这开始变得履地表变得丰满起来 接着呢 08年呢 又调到青海 还是担任省长助理啊 公安厅厅厅厅长也输记 那么09年呢 那就是副省长兼公安厅厅厅长的 那么这个期间 刚好这个任三栋是担任副厅长 他们俩人配合得非常好 刚才已经谈到了 那时候他们认为 这个都挺情同义和的啊 又是有缘分在一起啊 互相之间都已经经常这个 吃吃喝喝的啊 这个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个承诺啊 叫狗富贵无相望 有一天咱们都发达了以后 互相帮帮忙了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 你想公安厅的副厅长和厅长 那关系那肯定不用讲 非常铁 那么没有想到2012年 这个河庭忽然间就运气大转 就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 因为发生了惊天动地的 这个波及其来事件 那在这之前是王立军事件 王立军事件是鼓开了杀人世界的 这都连在一起 揭开了总共官场上 一场大戏的一个威幕 拉开了 这个王立军倒台之后 空下一个公安局局长 这个宝座就飞去 那么全国31个省市 很多的公安战线上的 所谓的新贵 都是眼睛都是可以这样讲 都很亮 盯着这个位置上 没有想到上面任命了 这个河庭到重庆公安局 接替王立军的位置上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预示 如果说河庭配合好了 能够辅佐这个 第六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新型 孙敬才的话 那将来肯定就是公安部部长了 所以说公安部系统 据说在那个期间 这个很多人都开始纷纷的 这个主动去盘复这个河庭 一个河庭能省了去 将来都可能升官发财 那同样的就刚才讲到这位 人山洞 那也是这个眼睛血量 也想往上省 这个期间也是经常往这个 重庆去走动 也通过这个 这个河庭的老领导帮忙推介 其实见到了这个孙敬才 一看孙敬才 那长得真是英权潇洒 侃侃而谈的 而且性格特别温和 对人都是问寒问暖的 是一个技术官僚 就很有文化素养的 将来要成为政治新型 那一定是 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了 那胡春华就是总理了 就没想到后来发生了 惊天动地的立体大案 也就是2017年的 这个春节一过 这个高展远竹 这个伟大的领袖习近平 就到这个就睡不着觉了 就到了重庆去坐镇 搞了一个什么 徐司祖回头看 实际上看谁 看的就孙敬才 怎么看都不顺眼 因为孙敬才 本人在上节目当中讲到了 和这个王岐山 这个敌伙 王岐山对他是很烦的 那么再加上 习近平想搞终身制 根本不想让出权力 这个卧榻之策 其中他人还随 怎么能搞一个接班人 肯定要严厉打击 那么打击的时候选一个目标 那显然 这个胡孙华是 这个并没有 这个作为重点 因为胡孙华本身来讲 这个比较连接 没有什么腐败的问题 而且他这个 从履历表来讲 比这个孙敬才 更完整一些 而且在党内 支持者也不少 这个对习近平 还有点比较客气 那孙政才就有点 给人感觉至高气 这个雄心不恶的 这个在重庆 还搞五个重庆 五个共能区 取代了波及来的五个重庆 而且提出什么 那一法治事 特别是他在吉林担任 省委书记的时候 还搞这个党内民主选举 搞民意测验 曾经在党内 也选择了很多的 这个领导干部 这个靠这个选票 和擦额选举的办法 提拔了一大批官员 这一点对习近平来讲 那真是 这个 使他非常恐惧 因为习近平是红二代 生怕 这个基层上的这些官员 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 把自己给系下去 绝对不能让他们 改变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红色的铁打的江山 所以就对这个习近平 痛下 这个狠下痛手 那么 所以说呢 在这个重庆 曾经布局了 这个三五个月 这个多达六十多个 踪迹 这个循司组成员 在这边挖地三尺 先是把这个河挺抓起来 因为他知道河挺 是个老公安 你想 过去的公安部 那是行政局的局长 那这个绝对是 这个非常了得的 懂得这个行事 侦察这一套 那么河挺很快就明白了 自己和穆华平 副市长穆华平 为什么抓进去 就是因为 这个主公的幕僚 并不是他们两人 而是什么孙正才 只要是能 积极监局 这个孙正才 配合 这个伟大领袖 习近平 那肯定了 就可以逃过一切 果然这个行政局的局长 这是 这个 全数的老道 马上这个正宗领导 下回 所以说就是 就不管三十二十一 这个 有的 有的事 没的事 大死 全部检举 这个 天有假粗 胡别乱造 检举这个 孙正才的问题 据说检举了许多 有关孙正才的 这个包括私生 腐败的 在内的 一系列 这个腐败问题 那当然后来 就拿到台面上 那就仅仅是一部分 因为中共这种 反腐败运动 完全都是一种 权力斗争 也就是说 上面先 制定一个 大体的 判刑的这个幅度 判刑的这个结果 然后再根据这个结果 那么筛选 检拆 这个办案组 作案组 提供的一些材料 你想在那搞了好几个月 那肯定材料一大把 再加上孙正才本身 的确也是在 廉政界势方面 也的确是问题比较严重 而且还养了两个亲父 在上个节目 本人都曾经讲过 那么 所以孙正才难逃其求 但是这个 和平 这个 确实 免于 死地逃生 免于 这个一切 不要忘了 一旦判刑的话 你即使是公安部 刑政局局长 关到大牢里 关几年 判了十年 这出了也是 也是这个 这个 灰头土脸的 也是这个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恐怕也是找不到 回家的路啊 不要看你是 这个老公安啊 因为中共这个监狱 实在是太黑暗了啊 到了监狱 你去关闲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了 共产党之所以能统治 如此之久 靠得上 就是强有力的 这个 这个枪杆了 再加上铁手铐的 脚镣子 这个 所谓就三人统治的办法 骗人 抓人 杀人 那监狱对共产党来讲 就是他们统治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基石了 所以说 这个河廷啊 不管怎么样啊 其实最后 和这个木华平一样 免于行使起诉了 最后两个人都降之处 你想到这个河廷啊 原本是就堂堂正正的 副审级了一下 最后一下子 降位这个副出界干部啊 就回家了事啊 但是 虽然何庭自己完事啊 据说现在回到 雍城山东去种地去了啊 在家里是很力量 不敢出门 因为什么他知道啊 共产党这个野和县力 这个所谓的国保国安啊 监控着他 自然而言也就是 谨言慎行了 这一生可能也算是 到此就维持了 仕途也就断送了 但是最倒霉的是 刚才讲到这位啊 名字非常奇特 任三洞啊 这一洞两洞三洞 第三洞没洞好啊 洞到了这个 所谓和庭这个门下了 所以说这个中共反腐败啊 现在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什么的 挖地三尺 习近平继续团队啊 深知就是说 对立派一旦犯过神 会对自己进行整肃啊 也会拿腐败这个问题说事 所以说就早早的布局啊 打一个提前的 范氏把 这个范氏和这个孙政才啊 这个令计划 这个波熙来啊 周永康啊 等等这些对立派 有一些联系的 密切交往的一些人呢 统统的啊 这个挖地三尺 扫地出门啊 你想在大连 你想抓着一个副师长 这个曹也好啊 怕了六年啊 其实他在干了几年 这个副师长 完全就是因为 受这个令计划的老婆的 这个切迭啊 因为他和令计划的老婆 是闺蜜啊 关系非常好 又和王民呢 就关系非同一般的 所以说这个任三洞呢 就是因为和这个 和这个合庭关系 故意密切 那么习近平集团队啊 这个操控下这个 中纪委啊 和检察委啊 担心有一天 这会成为自己的一个 潜在的威胁力啊 你不要看他是一个 公安厅的副厅长啊 当然他退休的时候 据网上消息啊 2009年8月到2013年3月 就已经是到 青海省公安厅 党委副厅长 但是括号是正厅级啊 那这在中共官场 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物啊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 这个已经是九年了啊 这个但是也不能放过 必须的奋力拿下 因为担心 讲的社会一旦发生裂变呢 他肯定这些底细啊 说不定哪一个人 特别是像这个任三栋这样的 在这个公安系统干过的啊 那肯定都是非常了解 这个枪杆子这个体系 内幕的一些情况啊 自然而然手下 还有些哥们弟兄 那肯定就用于出事了 所以说干脆啊 这个一不做而不休 干就干彻底一些啊 所以就即使退休了 也要抓回了派行 你看这个2020年1月9号 青海省纪委发布的消息当中 讲到一个关键这一点啊 说决定给予任三栋开除党籍出份 下面还有一个计划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啊 这个特别厉害 你想他这个停机干什么 退休以后肯定对有一些物质利益 每月薪水多少 住房可以有多大 可以配备一些汽车啊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服务人员 也说不定啊 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了 总共就是这样啊 如果酸总账和你彻底翻脸的时候 那就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去啊 过去给你所有的好处 待遇地位名声 统统的全部收走 然后把你打到大道里去啊 所以说看到网上这个消息啊 这是感到这个惊叹啊 这个任三栋 那根据网络的消息啊 最近这个报道啊 是由这个这个基层的法院啊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他进行审理啊 审理他的问题有两项 罪名有两项 一个是受贿 另一个是什么呢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啊 这里要强调的指出一点啊 就是说任三栋 肯定不是一个连接的官员了 因为中共这种政治体制 你想他在公安系统干了这么久啊 官职那么高啊 那肯定要有问题啊 那么中纪委发布这个新消息当中 讲到这个任三栋的时候呢 说他是什么 收受他人礼金黄金 长期借用管理服务对象的 钱款车辆影响公正执行股 实际上公安系统那些人 开的车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基层企业 这方面本人在上个世纪 做记者的时候 耳闻目睹了好多呀 那么都是常态 并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啊 那么但这里面还讲到他呢 利用植物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这个私利 为自己谋取私利啊 收取的巨额财物 这个财物啊 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 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犯罪 也就是说自己他的太多了 讲不起钱到底哪里来的 所以说这也是中共官场上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2020年的5月份 说是这个任三栋 这个案件交由什么呢 青海市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交办 西宁市人民检察院 向西宁中级人民法院提水公诉 他是没想到 退休的时候 你想 根本没有想到 有一天 2013年3月退休 他说 已遇自己安全着陆了 没想到有一天 还要坐牢 而且要把牢底坐穿 在这一点上 相信他在监狱里 要每天想一想 和和平的交往 那是一再点叹息 这真倒霉 原本因为盘上了一个什么呢 盘上了一个伯乐 没想到 自己变成了一个倒霉蛋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只要不变革中共这种政治体制 不结束一党专政 你靠这种 上级人民下级这种体制 没有独立的司法 任何官员 别看现在在台上蹦的话 都有一天 可能落得一个什么的 既没有名也没有力啊 什么都没有啊 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下场啊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